如果是國際水域 你幹嘛要打開AIS 如果是國際水域 你幹嘛 要把所有的武器 都收拾起來 很顯然德國自己 心知肚明 夾在中美兩國中間 又要配合美國的要求 通過台灣海峽 一方面 又要向中國大陸 表達我是不得已的 所以要打開AIS 收集武器 所以德國在兩邊擺盪 炮彈射擊大批艦艇出航 海陸空聯合作戰 俄羅斯在太平洋 和日本海等海域 展開大洋2024軍演 出動400多艘艦艇和潛艇 9萬多名士兵和125架飛機 大陸也派出4艘艦艇 和15架軍機 這是俄羅斯30年來 規模最大的海上演習 軍事專家擔心 情勢越來越危險 軍演最怕擦槍走火 日本防衛省12號公布 有兩架俄羅斯 試圖14-2型反潛巡邏機 繞行日本列島一周 雖然沒有入侵日本領空 但空中自衛隊緊急出動戰機 升空應對 台灣海峽也不平靜 德國14號有兩艘德國軍艦 巡防艦及補給艦 穿越台灣海峽 這是德軍睽違22年首度通過台海 對此北京當局直指德國形同挑釁 台灣問題不是什麼航行自由問題 堅決反對打著航行自由的旗號挑釁 台海局勢國際關注荷蘭國會12號以147票對3票通過一項涉台動議 內容提到拒絕北京紐區聯大第2758號決議 並要求荷蘭政府在歐盟內部尋求對這項立場的支持 大家好 我是報告人蔡正元 台灣目前的局勢相當的敏感 我們剛才提到德國派兩艘軍艦 一艘是巴登福藤堡號的巡航艦 一艘是法蘭克福號的補給艦 兩艘軍艦 本來他是從德國遠途來參加的 日本所舉行的軍事演習 他來的時候是經過台灣島的東部海岸 那個地方是百分之百的國際水域 誰也不能干涉他的航行 尤其是德國軍艦當然可以自由自在通過台灣東部的公海 直接到日本參加日本的軍事演習 德國的軍艦在參加完日本的軍事演習 接著他去訪問韓國 接著訪問韓國的理由 就要從黃海到東海 要進入台灣海峽 那接著到南海回到歐洲去 為什麼說 來的時候不經過台灣海峽 回程的時候要經過台灣海峽 這是刻意的安排 刻意的安排是 美國不斷的要派各國的軍艦到台灣海峽來熟習 來引起國際媒體的注意 來做宣傳的作用 還有更重要的來表達德國跟美國站在一起的立場 對於解放軍形成一種挑釁式的壓力 也就是說美國如果要打一場台海戰爭的話 他可能不只是有美軍 可能還會有其他國家的軍艦 比如前一段時間的加拿大 澳洲現在的德國前一段時間的荷蘭 分別都會派軍艦來參加 他在表達這樣的訊息 解放軍當然會提出很多很多的方法 包括曾經攔截過加拿大的軍艦 也曾經阻礙過澳洲的軍艦 對於這一艘德國的軍艦 相比之下解放軍是客氣很多 德國雖然很多政治人物講說 他們通過台灣海峽不需要跟中國有關部門來報備 可是事實上這艘軍艦在通過台灣海峽之前 就主動的打開AIS 就是船舶四北系統 讓中國大陸知道他船型的軌跡如何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因為如果是民間的商船 經過台灣海峽是一定要打開AIS 為什麼 因為害怕碰撞 而且如果有事情的話 解放軍跟台灣的相關部門都可以給予救援 知道他船的位置在哪裡 可是軍艦通常不會打開AIS 除非他準備進港 為什麼軍艦不打開AIS呢 因為你打開AIS 不等於是告訴你的敵人 隨隨便便用導彈就可以把你擊沉嗎 因為他知道你的位置在哪裡 連衛星雷達都不需要用 除此之外他把所有的武器全部收存起來 表達他沒有任何惡意 即使挨打他也不會反抗 在這種狀況底下 就是不符合德國人所講的 那是國際隨意誰都可以做 如果是國際隨意你幹嘛要打開AIS 如果是國際隨意你幹嘛要把所有的武器都收拾起來 很顯然德國自己心知肚明 夾在中美兩國中間 又要配合美國的要求 通過台灣海峽 一方面又要向中國大陸表達 我是不得已的 所以要打開AIS收起武器 所以德國在兩邊擺盪 解放軍當然也不會就此 就完全視若無睹 派出軍艦尾隨 派出軍機監視 讓他在凌晨的時候 通過台灣海峽 這個對德國來講 就是原則上沒有示威的效果 再來就是對美國也能夠交代 那我們特別提一件事情 這一艘所謂的巴登福藤堡號巡防艦 他有防空 但是他反潛的機能比較小 他有水面上攻擊其他船艦的能力 但是更重要 他有攻擊陸地的能力 所以這種陸攻的能力的巡防艦 他經過台灣海峽 當然更惹人注意 我們要理解的就是說 什麼叫國際水域 因為德國首相塑爾茲講說 台灣海峽是國際水域 德國國防部長也說這是國際水域 他們有航行自由 其實他們的說法都錯了 很令人遺憾的 很多人都不太讀國際法 即使身為外交官 身為首相或國防部長 對國際法的理解也是一致半截 我們這裡要特別說明一下 台灣海峽不是國際水域 是中國大陸外交部在幾年前就已經公開宣布的 中國大陸宣布台灣海峽不是國際水域 是有經過很審慎的國際法的研究 才做出這樣的一個聲明 什麼叫國際水域呢 它有兩個含義 第一個如果是海洋的話 那就是公海 如果是河流的話 就是跨國的河流 所以在台灣海峽它當然不是河流 所以它適用你海洋 如果既然是海洋的話 必須是公海 才是國際水域 那我們來看看 在最新的國際海洋法是什麼規定的 它說公海只有在專屬經濟區以外才叫公海 專屬經濟區以內不是公海 好啦那就簡單啦 台灣島的從海岸往西邊算 或者是大陸的沿海往東邊算 全部都是大陸的經濟區或者是台灣的經濟區 但是更重要的 2016年國際海洋法庭裁定 台灣的法律地位叫做中國台灣當局 也就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因此 台灣海峽整個專屬經濟區 全部都是中國所屬有的 中國的中央政府當然有權利來管理 那你任何一個民航船艦 通過這個中國的專屬經濟區 是可以擁有在專屬經濟區裡面的 自由航行權 但是軍艦例外 軍艦在專屬經濟區區的規範 各國略有不同 但基本上 都要跟 當事國做報備 才能夠通過 比如說法國 有跟中國簽訂一個協議 所以法國軍艦 可以通過台灣海峽 相對的 中國的軍艦也可以進入 法國在太平洋上的島嶼 所謂的匪跡群島 這個叫互惠的方式 德國跟中國沒有這樣的協議 所以德國要經過 是要報備的 否則中國有錢攔阻 那至於攔阻呢 是什麼含義呢 因為國際海洋法規定的很清楚 如果一個海峽 是兩邊都同屬一個國家 就像台灣海峽這種狀況 然後當事國有權力阻止其他的 這個船艦通過 特別是軍艦 直屬軍艦通過 那軍艦可以走哪裡呢 因為他有替代方案 就是他可以走台灣島的東部 這個在國際法上規定的很清楚 所以 第一 台灣海峽不是國際水域 第二個 台灣海峽是中國的專屬經濟區 第三 任何民間的船艦 都可以自由航行在專屬經濟區的水域 第四個 各國的軍艦要通過專屬經濟區的非國際水域 對不起 一定要向當事國報備 否則你要走什麼 你要走島嶼的另外一面 也就是西太平洋 中國大陸 有權力阻止任何軍事船艦通過 這一點 蕭之的國際法念得不好 他的國防部長也不懂 包括很多外交官也不理解 但是中國敢講 台灣海峽不是國際水域 就是有這種國際法的基礎 在和我們支撐的 大陸第一艘電磁彈射型 福建艦在海事階段話題不斷 最近更因為釋出的新影片 艦上最重要的設備 首度曝光 根據騰訊網表示 電磁彈射設備曝光有三大亮點 首先解放軍海軍艦情人員 穿著彈射字樣的背心 顯示出福建艦和過去滑越起飛行航母 截然不同 另外福建艦的彈射控制站 也是首度公開 這種彈射控制站 將飛行甲板與控制站頂蓋相結合 可直接進行升降 大大提高艦載機的放飛效率 同時影片中還出現一句 進入沒有標準答案的考場 別句異議 一次又一次 進入沒有標準答案的考場 我所在的航空保障系統 是航母形成作戰能力的核心支撐 大陸媒體分析這案是福建艦到位後 中共航母已經沒有可以借艦和模仿的物件 也顯示出福建艦的技術水準 已經趕上現代航母最高水準的美國 而這個宣傳片發布的時間 也正好是大陸國防部長董軍出席 北京香山論壇的時機點 其中美方派出國防部副助理部長蔡思率團 顯然也恢復疫情前的規格 香山論壇是香山論壇 然後央視在公布的福建號 是公布他更早時間 在碼頭裡面進行電磁彈射的一個鏡頭 事實上現在的福建號 已經準備要進入海市了 福建號進入海市 再經過一段時間就可以成軍 所以福建號有自己的時間表 不一定跟所謂相關論壇有關 而福建號他的成軍 主要的用意也不是在針對台灣 因為針對台灣不需要福建線 這麼大的投資 他主要的目的是要阻止美軍進入西太平洋 如果有必要的話還可以封鎖 進入巴斯海峽所有的船艦 當巴斯海峽被封鎖的時候 台灣海峽也被封鎖 第一個陷入困難的當然是台灣 第二個陷入困難的就是日本跟韓國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辦法通過南海取得中東的石油 或者取得印尼的煤礦 更不要說出口到歐洲去 會全面被中國所封鎖 那這個是大家在較勁的時候 私下所思考的戰略 那未來要形成多大的衝突 就可能要看雙方面的外交協調 跟國防力量的較勁之後的結果